您好 欢迎收看2000整点新闻 我是新华为您新文化重点 投票讯息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已经卸任的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上海惊传促事 目前呢 他是享受68岁 而死因呢 现在有香港媒体传出 他是在游泳的过程于饭店心脏病发 虽然紧急送医 但仍旧抢救不过来 最后不幸的过世了 不过这消息来得太突然 李克强逝世的消息呢 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当中 也有很多大陆民众 对于他过往所做出的经济贡献 表达无限的缅怀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 近日在上海休息 2023年10月26日 因突发心脏病 经全力抢救无效 于10月27日零时时分 在上海逝世 3月才卸任大陆国家总理职务的李克强 27号上午官方证实 李克强因为突发心脏病 逝世上海享年68岁 我也是一大早起来之后 看到这条消息 其实第一来说 对我感觉是比较晚期 非常突然 李克强病逝讯息来得突然 多数大陆民众感到惊讶 因为在8月底 还有大陆网友在社交平台放上照片说 看到李克强参观莫高窟 热情的挥手和民众打招呼 气色看起来还相当不错 李克强给大陆民众的印象是重经济和民生 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像这样的店面是几乎都不能开门营业的 当时李克强是提出了地摊经济 鼓励民众可以到街上摆摊赚钱 他当时多次强调 不能让疫情降低民众的生活品质 李克强总理他会从很多方面 是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 我是内蒙古人 然后我之前我的老家 我们家拆迁 或者是我们家那边的改造 因为内蒙古比较落后一些 都是由李克强总理去推进的 因为他确实是实在走基层做事情 北京之前是有城中村的在五环六环 但是李总理就是对居住环境改进了之后 就是把一些小的不合规的一些公寓给取缔了 来自安徽的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 曾经是中共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他历任河南省省长 辽宁省委书记等职务 2013年上任总理 2023年3月卸任 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只用了一小时告别大陆政坛 官方公布病逝讯息后 日本官方长官松野薄一表示哀悼 TVBS新闻陈虚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道 而李克强是中共建政之后 学历最高的国务院总理 他拥有北大经济系的学位 他也是文革过后 第一批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 那么他也是被视为是共青团 团派的最高的一个要员以及高官 但是呢在最后一次的政府换届当中呢 他并没有继续跟随着习近平 继续接掌总理这样的位置 而在当时呢 他也语出惊人的发言 说人在干天在看 我们常说 人在干天在看 看来是昌天有脸啊 看来 are' 今天是阳光临媚 如露春风 春光 你们常说 人在看 天在看 看来是苍天有脸啊 看着我们国伴同志 这些年来辛辛苦苦 扎扎实实 做出的特殊的奉献 这些年来辛辛苦 扎扎实实 而再来呢 其实李克强突然的病逝 现在香港媒体传出呢 他是在游泳的时候 因为心脏病而促势 但是呢大陆官方并没有证实这项讯息 而陆委会还有美国的国务情布林肯 也都表达了慰问跟哀悼之意 今年三月的全国两会 手中握有大陆最高权力的两人 同时起身 微笑握手之后 习近平左手拍了拍李克强肩膀 这位被认为最接地气的总理 就此卸任并且退休 正式告别大陆政坛 李克强突然病逝 大陆官方在八小时后就释出消息 也属罕见 而这一段他与大陆国务院 办公厅人员的告别谈话 在他辞世之后也被端上台面 李克强被视为是以胡锦涛为首的 大陆团派第二号人物 外媒纷纷解读大陆核心权力的转移 纽约时报与英国广播公司BBC都点出 李克强出身共青团 但随着洗礼体制弱化之后 李克强逐渐被边缘化 其中一大原因是 李克强在卸任的前一年 曾经逆风直言 脱贫攻坚任务并未达成 华盛顿邮报指出 李克强的两个任期 虽然阻折经济事务 但大多不在权力核心之内 台湾陆委会则向家属表达慰问之意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的前立委蔡政员 目前已经回到我们的直播线上了 委员晚安 你有听到我的呼唤吗 有有的 太好 我们各位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好委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2013年呢 从习近平上任之后 一直洗礼体制 他们历经了非常非常多 面临经济衰退 不再是GDP二位数成长 一路走来呢 其实李克强发挥了他的经济常才 去杠杆化来结构性的改革 可是我们可以知道 在最后一次两个人同台的时候 其实看起来似乎交集不多 那么外界呢 当时就在猜测 习离体制之间是不是有余量情节 而且是不是习近平 他希望呢 经济整个内缩起来巩固他的权力 但是呢 跟这个李克强心中所想的经济改革 两个方向是不同的呢 您怎么看 两个人 外面虽然有传言说 对于经济改革的方向意见不同 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也就是说 这只是外面的传言纷纷 因为毕竟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里面 他们重大的决定 都是经由所谓七个政治局常委委员共同拍板定案的 所以如果说两个人不一致也表示说 其他的政治局常委是支持习近平的意见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一定是这种这个多数学产生 因为在他们的体制里面总书记只有否决权 他不同意东西不能推动 但是他同意东西也要经过其他人过半数才能够通过 大体上是要运作的 至于这个李克强担任十年的总理里面 当然刚好也是整个中国的内外环境 有简单走向复杂的时候 特别李克强最后的一个任期里面又碰到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从2020年到2023年 又整整的说度过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时刻 在经济问题上当然是特别的复杂 那他们的总理任期是两任 两任的话就是依照规定他就必须卸任 卸任之后有没有转任其他职位就是一个观察指标 那目前看起来他并没有转任其他职位 像以前有其他的总理卸任 如果年纪没有太大的话 还会转任任代会的常务委员长 但这个李克强并没有 也表示说现在由习近平的意见 或者主导国家的方针 是现在中共中央的一个方针 那就应该就不是李克强的方针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表示说两个人意见不完全一致 但是也并不表示说有所谓太大的分歧 因为中共的都采取集体领导的模式 但是随着他们的政府 还有这个党中央换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团派几乎全面 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在 几乎政治局常委都安排了自己的人马 但是过去我们刚看到的是经济方针方面 那么对台政策方面呢 其实李克强在卸任前 其实对台方面也有一些 比较软性的喊话 态度也转为温和 甚至又说两岸都是一家人 现在两岸面临冰点 又传出了李克强促事的消息 不晓得这对接下来两岸关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动 因为两岸的政策基本上还是习近平在掌握 因为所谓中共中央对台小组 小组长就是习近平 当时的副组长当然是李克强 不过真正的决策者 在中共中央对台的部分 应该是习近平 所以过去习近平怎么执掌对台政策 未来也是这样子的推动对台政策 只是由住所换人 以前这个由这个政协主席 是这个汪洋那些政协主席 换成这个 那个谁啊 那个王沪宁 所以等于是王沪宁是他的 主要的这个协助者 所以整个方向 如果说台湾内部没有太大的变动 中美没有太大的变动 那两岸之间的关系 或者应该会继续维持这种不温不火的局面 会跟往常一样 虽然有解放军不断的这个 在台海附近坐边演习 但是这个很明显的是 冲着美国机会比较多 冲着台湾对他们来讲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他的各种演习并没有针对台湾 那李克强因为在台海 两岸问题琢磨不多 而且谈话相对温和 所以大部分台湾的老百姓 对李克强嘛 要么就在这方面印象不深刻 要么的话会相对觉得李克强比较温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民进党的一些人 虽然仇中反中 但是批评李克强的 这个声浪或者言论并不多 那刚才你主持人有提到 说这个李克强讲的是两岸一家人 事实上习近平讲的更多 但是只是因为习近平 他是军人会主席 那有一些军事压力 那对的台湾的这个国防力量 所以民进党人在这方面 难免会比较有意见 所以对习近平的批评言论比较多 但对李克强批评言论比较少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委员其实今天我们的北京的 注点的记者也有特别去问一下 民众对于这个李克强的观感跟想法 大家也比较感念他的是经济方面的贡献 同时也对这样的促势觉得感到不可思议 我们也谢谢委员今天参加我们的直播分析 而继续我们带观众朋友回过头来 看到国内的政治焦点 近期呢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 赖星德在民调显示虽然还是领先蓝白的 但是对于年轻族群来说似乎还有成长的空间 因此呢赖星德可以说是请走大学的演讲场 而昨天在海洋大学当中呢 有学生呢直接说赖星德所提出的政策跟愿景是得过且过 但是过程当中海洋大学的校长许泰文两度打断了这名同学的提问 最后是赖星德就是想要让同学畅所欲言 并且最后说尊重同学的想法 而今天呢我们也访问到海洋大学的校长了 因为很多网友就觉得校长打断同学 不让同学问问题似乎有点不太对 但是校长也出面解释了 他说其实他觉得当下同学都是在讲自己的想法 会出言是希望他能够赶快提出问题节省时间 说好的中立海大校长一听学生提问赖星德秒打断 我弟也生活在台湾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不是住在台湾 那希望能 同学你不要 校长没关系 这位今天我们就是要听一声 你来说没关系 没关系 你一样我们给他加油一下 我们给他鼓励一下 谢谢那个赖副总统的那个宽容大量 那 赖星德赶紧缓夹只是海大校长许泰文 两度打断学生完整画面曝光也引起质疑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阻止那位学生 因为那位学生也没有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如果校长会因为这样紧张的话 我是觉得有下一次类似的活动校长可以不必来 可以多让学生发言 因为就是赖副就是他也是想要来听学生的意见 但是校长也喊冤 因为还原当天情况 确实其他同学问到 上市88枪杞案绿电何能 校长没当 按照设定的主题来问 第二个来 那个 线绿的问题有很多 我并没有主持 第三个我是会议的主持人 我请他要赶快问问题 赖清德美斗学校学生犀利发问 之前到中山为民进党被案 到杨娇大被吐槽 市长阵内为洛城设宅 虽说没因此影响后续校园行程 但只能说现在学生一个比一个懂问 TVB的新闻刘欣慧 吴奎 你组合基隆采访报道 而选战当中呢 怎么桃色新闻也满天飞 继民进党立委赵天林过后 网红小商人也在他的脸书上面爆料 说在嘉义的立委参选人林国庆 有跟长发女子打情骂俏 可是他明明就是有婚的身份 已经打破了老婆的原则了 而目前呢 这林国庆的禁办师回应 这是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 在KTV与选民互动 但是已经超越了奋计 也向选民道歉 网红小商人在脸书粉砖 PO出影片 下了打破老婆规定的标题 只见立委参选人林国庆在包厢内 与一名长发女子打情骂俏 壮士亲密 小商人PO文怒哄 赵天林退选后事件告一段落 殊不知嘉义前立委国庆兄 是人生胜利组 又上一珠宝出门开宝石节 手上带百万AP名表 武克拉转戒 让妹子根本无法抵挡 此影像来多年前 委员未担任任何公职事 应有人制药前往KTV应酬聚会 现场亦有多人同场欢唱 委员表示 应确有行为失当深感牵引 如今国庆已身为公众人物 将更加言语率预警 以身作者谨慎出入各式场所 针对爆料 林国庆没有亲上火线回应 而是由禁办代表发言 禁办强调 影片是多年前 林国庆未担任公职时的应酬 他对于自己不当的行为 表示歉意 武党级立委参选人林国庆 或国民党整合礼让参选 面对侯友宜及柯文哲拼场 他两边都前往致意 宣布参选以来 屡遭小商人柯文攻击 这一次他选择不亲自正面回应 TVBS新闻吉健亨嘉义报道 而赵天霖与中国籍女子 过从生命婚外情的讯息 现在也上升到国安的等级 目前检调方面已经宣布 要来介入调查了 入委会强调相关资料 已经交给了高检署调查 不过令委同时也很关注的 就是傅格魁郑文灿私会女子的影片 但是行政院长陈建仁就警告 有心人已经提告不要再影射了 内政委员会质询 立委先问最近最夯的议题 赵天宁委员他的交往的对象 是大家认为会有国安疑虑 都已经交由高检署跟调查局 在做相关问题的厘清了 那我们入委会也把相关的资料 送给这个相关的单位 国民党立委显然不打算轻易防国民进党立委 赵天林引发的国安疑虑 而民进党也不打算收手 对国民党立委马文军的泄密攻势 赵天林委文这两天对外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他个人犯错 他个人负责 赵天林愿意接受国安调查 马文军呢 马文军呢 眼见绿营急要不放 蓝营再班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撕毁女子影片案 副院长今天没有到现场来 他没有办法亲自为他 我想这个不要以而传而 副院长已经对外有公开的说明 他也提出相关的提告 我也在这里呼应 少部分的人士 不必要在真相调查清楚之前 再做其他的影射 副院长官立庭 郑文灿 陆委会也颁预防机制 所有涉密的人员呢 如果到大陆或者是到港澳区 回来的时候 他要有申报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非常好 这个在上个礼拜的国安 国家机密保护法已经通过 立委就好奇 这国安机密保护法 来得及不就泄密出去的东西吗 TVB的新闻高版力 雷雄回家 三句小组台北赛方报道 而再来看到 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了 这就是知名的音乐教父 刘家昌开到之后 吴玉瑾的在微博上面发文 痛批这个前妻 珍珍还有她的儿子张立衡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刘子谦了 而面对这样的抨击呢 其实珍珍呢 她也发文 回应说当初花了500万美金投资 但是最后自己呢 却被架空 好不容易拿回了在江西的饭店 还有房地产公司的所有权 却发现呢 也欠下了一笔债 还要再给刘家昌 另外一个婚身子的媳妇 欠了8000万元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刘家昌再度回应了 并且又另开战场 她说过去她写了很多的歌 是由张家珍跟张立衡 两个人成立的歌曲版 全公司来获得这样的收益 也警告对方 不可以再使用版权来获得收益了 不过珍珍方面也说 过去呢 刘家昌滥赌诚信 他替他还过多少的债 难道都要他一一的说出来吗 音乐人刘家昌 日前和前妻珍珍 以及儿子闹翻 控诉两人 逃漏税 夺缠等五大罪状 更曾痛批 自己是从媒体上才知道 儿子改名 违反人伦 这回又在微博上 写下2000字的长文 字接家丑 贴出的声明书上还提到 因为刘子谦改名张力恒 既然不姓刘 不是刘家人 不容许碰触她所有的版权 因此将终止授权 母子良使用管理 收取所有的版权收益 儿子张力恒 先前在脸书上 PO出小女孩 牵着牛的梗图嘲讽 图上写着 我把牛牵来了 你继续吹 似乎亦有所指 而前妻珍珍也发文 痛骂刘家昌 不用假惺惺 装可怜 摆出一副委屈模样 歌曲版权早就高家 卖给我 还扣什么收入 你这么多赌账 我帮你还了多少 自己有数 还强调 儿子脱离你的魔爪 很开心 非常幸福 当初儿子传唱度最高的这首念你 虽然爆红 却并非正面的方向 现在已经转换跑道 当演员的张力恒 会不会想再唱还很难说 但歌曲作者发声明 拒绝授权有用吗 这个授权合约呢 通常都会记载说 不可以单方面中止合约 如果单方面中止合约的话 可能会有所谓的违约金的问题 可能会转向 著作权这边才做求偿的动作 以台湾来说 音乐版权只要上串流平台 KTV影视作品使用 甚至店家营业播放都要付费 每个艺人价码也有差 只是通常这些版权 都握在专门的公司手上 而负责刘家昌音乐版权的工作室 是登记在前妻和儿子名下 片面中止合约是否违约 恐怕还得看合约书上怎么写 TV乐宣 李国正怪 太不懂 张力恒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刘子谦是用梗图来反击 但是过去呢 大家也揭开他出道的过往 传出呢 原本两人父子的关系是还不错的 但是刘家昌呢 非常强力来介入刘子谦 也就是张力恒当时的出道计划 包含了歌曲的唱法 风格啊跟走向 那这并不符合刘子谦的心意 而珍珍说当时他的儿子 就是为了他才接受这一切 而后续呢虽然歌曲爆红之后 刘子谦呢也被封为演艺圈的 靠霸三人其中之一 这让刘子谦也非常非常的痛苦 日后也淡出了演艺圈 而从此之后 父子关系也形同没入 而再来呢 我们带你看到床扮歌坛呢 非常的不容易 但你知道近期串流平台的夯剧 却都是由这个女生所演唱的 像是有生之年呢 近期的片头片尾曲 一唱爆红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陈佩协 过去也曾经参加选秀节目 有小蔡建雅的封号 刷着吉他搭配清新透亮嗓音 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年仅24岁的陈佩贤 说不定近期你曾听过他的声音 吴康仁主演的台剧 近期完结登上串流平台周冠军 陈佩贤就是包办片头片尾曲 跟着打响知名度 真的我会觉得说 就是当下就很有很感动的感觉 就因为它是我第一部 就是刚好后尾都逗你啦 逗我 其实我发现这部剧完结之后 好像越来越多人去看 从三年前算起 发行过的近十首单曲 都和向亲爱的亚当 脆加利益三等戏剧合作 演言成为新一代OST歌机 更有人说独特音色 犹如小蔡建雅 就刚好播着蔡建雅的歌 她说那是你的歌 我说蛤 没有啊 我没有唱这首歌啊 我怎么的声音跟你闹像 许愿和本人合作 五月天梁静如更是梦幻名单 先前因为翻唱demo 被唱片公司发掘而来台 但起初人生地不熟 当然他们还是会有点担心 就是可能怕自己孩子 就是吃饭问题啊 就是怕我们吃不饱啊 说你们有没有吃饱 就很担心我们 我来到台湾就是我一定要喝珍珠奶茶 我一定要吃鸡排 然后再来减肥 好像有点难 在台湾 多么入境随俗 还在这学了几句道地台语 聊起自己的演艺目标 反应超激动 就办一个小小的演唱会 这样子 然后 你要说大大的 嗯 你要说大大的 好 那我去小巨蛋 好好好 歌坛新秀 展露头角 用实力歌喉 征服歌迷 TVS上场剧 踏不到 好的自弹自唱的好声音 就透过新闻来介绍给大家认识啦 那么大家就说什么时候新华还会 开直播自弹自唱 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们小编说要唱念你 这难度太高了 要唱好听或是更甚刘子仙 这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则新闻 到大陆经商的台湾艺人张婷 以及林瑞阳先前传出呢 因为涉及非法的网路传销 所以他们的资产还有房地产都被冻结了 不过现在呢 最近审理法院撤回了本案 让两人多达96间的房地产 现在不用再被冻结也活化了 以及银行账户都可以动用 而对此呢 林瑞阳针对判决结果也亲自现身 要号召他们的供应商通通回来 因为涉嫌在中国大陆非法传销 张婷与林瑞阳公司名下 多达96间房产 以及银行资金全部遭法院冻结 不过大陆媒体报道 经过两年多审理 石家庄法院突然撤销此案 也就是说张婷夫妇 名下价值约2.3亿美金的房产 以及高达20亿元台币的银行存款 得以解冻 好消息传出林瑞阳向代理商 发出了号召令 同时也抱怨网络自媒体对他的质疑 而大陆媒体特地询问负责审理的法院 没有得到撤案的原因 以台湾艺人身份在大陆成立公司 张婷与林瑞阳在大陆迅速拓展生意版图 但两人名下的上海达尔维公司 遭人检举涉及非法传销 大陆法院在2021年6月启动调查 现在却又突然撤销 有大陆法界人士分析 可能是因为中国各省之间的司法管辖权出了问题 张婷跟林瑞阳能否全身而退 恐怕还无法确定 TPP的新闻综合报道 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前有提到台积电的半导体产业之所以能够成功 靠的是不需要太多天才 制造业不需要太多天才 引起了争议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演说总是引发各界关注 有网友在PTT上分享 张忠谋之前参加演讲提到1980年代回到台湾创办台积电的过程 他提到制造业不需要太多的天才 议席化引发各界讨论 有网友就说 确实制造业就是按照SOP好好做就可以 只是要新鲜的干跟听话的奴工 太聪明反而不喜欢按照规矩来做事 而目前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回到了母校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来发表演说 提到了台湾在半导体领域长期处在优势的关键 同时也强调国家安全性的重要 呼吁要避免冷战 好但今天张忠谋现身之后呢 其实有特别提到说 现在呢全球化似乎已经戈然而止 随着美中竞争之下呢 其实全球的经贸的互通 或者是在科技上面的互通 以及很多国家都主张的数位主权方面 让未来呢科技创新恐怕会陷入瓶颈 这是张忠谋 针对现在的全球经济局势 也有类似的担忧跟发言 而其实我们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 现在已经接近年底了 很多人呢在等着领年终 但很多人同时思考 年终入带之后 是不是要来转职跳槽了 我们看到根据这个职场 人力市场方面的统计 有87%的企业第四季呢 都会开缺真材 而且呢真材数量达到66.8万个 创下了10年新高 年平均成长4% 但是呢最缺人的还是依旧是 餐饮旅宿业有超过14万个职缺 那么服务业呢 以及资讯科技业也是很缺人的 可是现在对于上班族来说也陷入了两难 年轻人他们的求职意向 跟追求高薪的过去已经改变了 他们追求是Work-Life-Balance 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那么呢职场人士更重视生活品质 而且他们会选择冒险达到生活目标 所以不同的年龄层呢 考量的方向也有可能不太一样了 哈喽大家午安 对着手机直播带货 23岁的佩佩 不怕在镜头前表现自己 今天我早上7点半跟上班族们一起挤公车 你们也知道我平常就是 大概出门时间就是晚上10点之类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出门就看到他们 脸上满脸的疲倦 与粉丝互动每天直播两小时 月收入上看6万 以前小时候觉得电视购物专家 好像也是一个蛮特别的职业 就是一样是可以漂亮亮 然后同时又可以展现自己的口才 对然后我就想说 好啊那就试试看好了 然后我就因为机会转了销售直播 那做到现在也差不多快满两年了 在这之前 佩佩是餐厅的服务生 工作五年 她感受到职场环境不友善 毅然决然逃离餐饮业 最开始我遇到的那个主管 比较特别一点 对然后他就是 我大概前一天我就跟他说 我不太舒服 有可能确诊了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不要跟我说我当没听到 对然后大概隔天我就去上班 我早上宴的时候 已经有淡淡的两条线 然后我有跟他说 真的就早上宴的时候 两条线我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请我先下班 我那时候大概撑了一个小时 对然后但是他就是一直在装忙 从不舒适的舒适圈离开的还有他 最近在帮一些就是仓鼠的中途 然后做一些外界的案子 一个月前 尤小姐还是一名上班族 在美妆品牌做平面设计 在几个月就准备领年终 她却决定递上辞呈 公司内部的调整 就是我们目标客户 有蛮大的变动 然后我们公司的能力就是没有增加 然后还有减少这样子 所以就是可以预期到下半年的工作量 会增加蛮多的 那当然薪水就是一样的嘛 就是不会有额外奖金什么之类的 通常大家都是会建议说 你等年后我再转职嘛 然后再来也是 因为我自己之前也都是做正职工作 比较没有说就是真的以兼职为主这样子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大胆的尝试 放弃将近十万年终奖金 自己接案当起SOHO族 时间安排谈性还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自己有人在寺庙当义工 那其实我这一次辞职就是除了刚好有兼职工作之外呢 就是我们寺庙下半年它会有一个比较繁忙的法会 它是连续的 然后我现在辞职我就可以去帮忙 要选择稳定工作还是冒险出走 对不少上班族而言陷入两难 李小姐过去在五星级饭店工作 离开之后现在又兴起回锅念头 再观望一下就是 如果就是觉得福利跟薪资结构 就是是可以接受的话 那可能就会再回去 因为缺工问题 饭店业提升薪资缆财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 第四季的工作机会数达66.8万个 比去年成长4% 其中最大人才缺口的产业是餐饮旅宿业 有超过14万个工作机会 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导致很多企业的基层人力出现了断层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有年轻人的求职意向改变了 他们不太愿意再做以往正职 朝九晚五可能要被绑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 反而宁愿追求更弹性的工时 多间几份差也希望可以达到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工作机会虽多 但现代人想追求的不只是工作成就 更重视生活品质 这也导致不少人宁愿选择相对不安稳的人生规划 有一些可能工作了七八年 十年左右 三十岁出头的职场人士 他们对于工作跟生活的需求 可能也会跟年轻人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累积了部分的经验之后 又再加上工作这段时间累积了一定的财富 所以他可能会想要在四十五岁之前 有一些更勇敢更冒险的举动 可以让他们达成自己人生的目标 或是心里想要追求的方向 不论选择稳定还是勇敢冒险 人生只有一次 没有一条路是白走的 只要想清楚了 每个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 TVBS新闻 持后想往后与台北采访报导 而很多上班族呢 除了对薪资还有待遇精打细算之外 对于吃方面也是很在乎 如何吃饱又吃巧呢 高雄这间便当店 六十块钱随便你加到保 手里的铁夹拿好 客人进到便当店内用 随心所欲想夹就夹 因为不论夹多少 统一价六十元 超便宜 你有在其他地方吃过这样子吗 没有 你觉得这样的价钱该差不多多少 这样 在外面 在外面买了一百多 买一杯饮料都不止六十 整片的鱼排 炸鸡腿加三样菜 中午十二点到一点 便当店内用吃到饱 竟然只要六十元 台面上的所有菜色 种类没限制 通通可以夾 有些食材因为现在太贵 你如果要到店里也可惜 那干脆就给人家吃 这间便当店位在高雄市大辽区 临近工业区 几乎都借外带或是外送到工厂 内用的客人占少数 因此才开放中午时段的内用优惠 主要是业者不想浪费食物 另一方面更是体恤基层劳工 工业区工作的工人 就是员工他们的薪水都不高了 那是尽量不要让他吃到太多的便当 不然你现在算机的便当 都坐一百块 一两百块 一百多块 坐这个工业 怎么会吃的去 另外一间同样位在高雄的自助餐店 这家主打外带便当随意夾 也是否薪价六十元 在这个CP值来讲的话非常好 热堂堂的菜上桌 但若是只用六十块便当优惠 要先购买餐券 一次十张共六百元 而且并非全部种类都能任选 只限制主餐 寄住鱼排和六样配菜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起到这样 这上班族和罗工 大家属于吃饭都很大 这个便当都百多块钱了 愿意夾但前提是便当要盖得住 橡皮禁绑的起来 才能用六十块打包带走 TVBS新闻爱招行李一邦 高雄报道 以色列近期连日境内遭到火炮的攻击 虽然穹艇防空系统有发挥它的作用 但是似乎也让民心声变 随着昨天 以色列已经对加萨走廊发动地面的针对性攻击了 可是现在也有很多人担心 这旷日费时的战争 还有难以提防的空袭警报 会不会也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活动 希望可以暂缓地面战 在大楼前听令命令一下就攻坚 以色列国防军公开本月7号 哈马斯请朝而出 双方机占新画面 加萨边境枪响不断 让以色列军方疲于奔命 另一个镜头 红线圈起的地方 疑似是两名哈马斯民兵 汽车逃逸 后面还有追上来的以色列士兵 加萨冲突越演越烈 台湾维夫警报声不断 TVBS采访团队的机场也遇上空袭警报 只见所有人拉着行李找掩护 整整八分钟都能听到爆炸巨响 空警报快人走 最新民调显示以色列人风向转变 四成九的受访者希望推迟地面战 因为以色列经济已经受到冲击 以色列太空领域大厂 实行长认为经济冲击 不必太过担心 他说人力可能短暂受到影响 但以色列人很顽强 经济势必很快复苏 TVBS新闻最后报道 美国周五派出了两架F-16战机 去袭击叙利亚的伊朗军火库 不过伊朗声称 他们如果以色列不再继续 持续继续轰炸加萨的话 他们要将美国拖入战争的泥沼当中 而同时美国方面又再派出了 900名的士兵到中东 要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 美国五角大厦证实 周五出动两架F-16战机 空袭了叙利亚东部的 两个伊朗控制据点 包括一座军火库和一个弹药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说 这次的精确自卫袭击 是为了报复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 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人员 进行的19次攻击 不过伊朗也反过来警告美国 为了防范尾巴冲突扩大 美国增派900名军力 前往中东协助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 以色列代表则在联合国 继续公布哈马斯的暴行影片 另外哈马斯拍代表 前往俄罗斯商讨释放人质事宜 还说手上的人质有大约50人在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丧命 除了哈马斯远道而来 克里姆利公也证实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近期也将汉普清会面 TPP的新闻综合报导 而再来看到这是我国的半导体外交 在下一城吗 台积电预计要砸35亿元 在德国的德勒斯登建制12寸半的半导体晶圆厂 而德国在台协会代表处非常乐观启程 他们认为应该可以跟当地的文化做融合顺利的推展 但是这红继的创办人却认为还是要尊重不同的文化 过国神山台积电事业又跨出一大步 经济部投审会点头准许投资35亿欧元 在德国德勒斯登设置12寸半导体晶圆厂 许佑格表示德方提供财务补助 也借着学术交流充实人才库 相信文化差异不会是障碍 不过宏基冲卖人施政荣过去布局美国市场时 也曾遇到管不动员工的问题 本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维 我们要对他的文化要尊重 同时尤其德国的工会非常的强势 而在中德文化经济协会90周年国际座谈会 除了媒体人陈文倩演讲 还邀请德语国家现任和前任驻台代表 企业家伙伴一起分享 台湾有很多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跟隐形冠军家合作的话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假使这样的合作的时候 我认为肯定一加一不等于二了 根据投审会资料 2023年上半年 德国对台湾已核准的投资金额 创下新高达9.771亿美元 成为台湾第二大外国投资国 将在双方伙伴关系更密切后 互惠利益和合作发展 势必显出成长 还有很多婆婆妈妈呢 可能会组团跟旅行社购买行程 就大家一起出游 没想到高雄就出现了旅行团的诈骗案件 这名投诉者说呢 他们在出发的前七天 旅行社的业务才告诉他们行程喊咖 但是59万的团费却飞了 质疑他是不是两面手法 而且呢受害者还出示了 这一张的对话截图 他说因为航空公司说航班临时取消了 所以你们去不成了 那么主管呢还在协调怎么会处理 看能不能延期五六月份 找一团来补或者是退费 但殊不知呢 最后是团费没退 机票也根本就没有订 而这名朱信导游呢 在招案旅行社有十年的经历了 但是呢他现在仍已经离职 虽然消费者手上有这些签约的合约 但是旅行社表示 他们根本从来都没有帮忙订票 所以他们不接受这样的合约是成立的 行李箱都准备好了 所以要去完大家都很高兴 没想到说出问题了 钱也没有还给我们 肩并肩做一起KG9 会议35号有周一周25人成团 应该要前往越南旅游 结果期待的出游没去成 反倒人人都成了受害者 出国团会全额加起来 就是59万多 公信团体告诉我们说 4月7号至8号 航班取消无法出国 事后查证 账案旅行社 收取护照团会款项后 并未办理出国签证 出国前七天团员突然收到旅行社业务 传来的讯息说飞机临时不飞了 要找其他团来补或是颓废 业务第一时间就是使用别人的行程 别家旅行社的行程来卖给民众 而且最可疑的是 他们根本就没有帮民众处理机票跟签证 宣传单上写着四个大字超值这一线 五日由租销团一人不到两万 行程包含古镇 钓螃蟹和粉红大教堂 但事后查证 这根本是别家旅行社推的行程 25名被害人平均六七十岁 像高雄一家旅行社的朱信业务 报了越南 县港五日由的团 一个人包含缴责费两万三千多 总团费五十九万多元 没想到事发七个月至今 退款还没收到 旅行社推给业务 而朱信业务一开始说要请太太汇款 说好的却没兑现 而这一名被指控的业务呢 现在离职还跑到其他的旅行社转任 很多上当受骗的婆婆妈妈们都说 过去呢曾经跟过这个导游 好几次团有了信任的基础 所以很多人呢 连旅游的定型化契约都没有签 现在上当受骗 所以现在责任都还牵扯不清当中 不过呢也有部分的团客 他们是刷卡 而受款人呢其实是旅行社的 只要这笔交易成立的话 肖保官认为旅行社还是得负起该负的责任 大约五年前来自高雄的许小姐 也是跟三五好友组团 前往海南岛旅游 在机场大合照 蹲在最前方这位男子 带粗犷眼镜笔叶 他就是被指控A了团费不还的 朱姓导游 会找这名导游带团也没签合约书 就是出于信任 他从事旅游业十多年 这次受害的民众多年前在朋友介绍下 跟他的团出游服务周到 才会再找他带越南团 二十五个人 有十三个人附线 他写的收据 钱却没缴回公司 前往这名导游所属的旅行社 已经换人存租 他们高雄分公司 七月就撤掉南部的据点 剩下台中跟台北 致电总公司客服回应 分公司之间独立作业 老板带团出国无法回应 而朱姓导游也换公司了 还在脸书推亚洲行程 那比钱现在目前下落是 一般旅游团不管国内外 都应该签署旅游定型化契约 对消费者比较有保障 而这次几位受害者 附线的单据上 业务也没盖公司张 另外十二个人刷卡 售款人也确实是旅行社 即便是分公司 消保官说总公司也需负担责任 如果是刷卡支付 用这个方式 那款项既然是入了旅行社 假如是分公司收款 那总公司依照公司法的规定 他必须要就分公司的债权债务 负责 25个人越南行泡汤 现在只能走法律途径 要业务跟旅行社退还旅费 TVBS新闻吴中勋黄小琪高雄报导 天气资讯接下来呢 受到东北季风南下的影响 周末会觉得湿湿凉凉的 有感降温 详情交给记者李洁 东北季风从今天开始增强 因此整个北台湾呢 从今天开始就会变成湿湿凉凉的 但因封面呢 降雨几率也会比较提高一点点 而目前这个东北季风 到底会怎么样影响呢 其实可以知道 它这次会连吹四天 也就是从今天开始 一直到这个月的30号都会有影响 除了冰封面会降雨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温度的方面了 在高温的地方呢 在北台湾应该会有25到27度 中南部地区高温还是会落在29到30 而在东部地区可以来到25到26度 不过现在要注意的是 整个来袭之后呢 在低温方面气温是会下降的 因此低温要注意的是 有可能会落在21到24度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中南部地区 早晚温差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此如果早出晚归 记得多戴一件外套 那我们来看这张曲线图 在温度趋势方面 可以看到最浅色的这条线呢 就是北部和宜兰地区了 它整个曲线在低温方面呢 其实是特别的低 因此呢 在这四天要特别注意温度 尤其是早晚的温差会稍微偏凉一点点 而在这个月的31号到10月1号呢 会改缺东北风 那因此呢 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局部的降雨 在整个这个屏东部分呢 也会有零星的降雨 在基隆北海岸也会降雨 因此呢 在这段时间 大家要特别注意 多戴件外套 语句也不要忘了戴 再来带你看到 超级厉害的铁人阿伯 现在呢 已经62岁了 来自台南的蔡明怡 9月份到墨西哥 参加总长度超过400公里的挑战赛 顺利玩赛 62岁的蔡明怡完成极限超铁挑战 以超过29天 714小时多的时间完赛 创下亚洲最快纪录 现场唤呼声不断 因为这真的很不简单 它得连续泡在十几度的水中 三天三夜 跟时间赛跑 只能随便煮面吃 那十几度 你要泡三米三米在水里面 还吃又不吃 它好像提供泡面 才知道还有扎盤 面子去那煮 超级铁人20倍竞赛 在墨西哥举办 得在一个月内 完成游泳76公里 骑单车3600公里 最后以全马844公里坐节 总里程超过4500公里 困难重重 惊险的是自行车项目时 他在下坡过弯爆胎 右手骨折 被送医救治 但他竟然忍得痛 利用手术前的空档 把最后的几十公里骑完 跨在这里 坐点降低 像小孩在骑下来 用脚趾不住 慢慢骑上 说你手术好玩 手术完成半天后 他就回到赛场继续战斗 原来他是名貌易商 练习慢跑 只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佳 没想到这一跑跑出了兴趣 为了完赛 他天天苦练 不曾松懈 自立的游泳地 可以开门六点 下去游到 晚上十点拐门 每天亲朋好友 他们家有的鸟瓶 我真正走不下去了 我没看我这鸟瓶 穿着妈祖T恤 拿亲友团的加油影片 为自己打气 最强阿伯以体力 意志力 信仰力 克服难关 成为亚洲60岁以上 挑战过关头一人 TVBS新闻顾守苍 今天立法院火药味十足 因为立委费洪泰 跟国防部长邱国正杠上了 双方针对浅见的议题 一来一往 或不相让 甚至还吵到议场外 行政院长陈建哲 27号帅部会官员到立院备巡 国民党接了立委费洪泰 质询的时候 问到了浅见的议题 并且质疑战力保存的问题 轮到国防部长邱国正 要回应的时候 就多次被打断 两个人还因此爆发了口角 直接下咨询台正面对决 国防部长邱国正气到拍桌 两个人在咨询时间结束的时候 麦克风都消音了 还是继续大操 新的院长陈建仁呢 赶快夹在两个人中间劝架 立法院长尤锡坤呢 也在主席台上不乱的劝说呢 时间已经到了 赶快保持冷静 即便呢宣布了休息呢 两个人还激烈的在互相洗口脚 立委电堂呢 当下马上变成两拳口水战的擂台 而在新北市到永和中和 很多人对这路网 真的是不撒撒 就有这一名驾驶人 开到了文化跟新一路口 明明是红灯 但是后面的车 却催促他前行 但交通局说这是OK的 马路上车来车 网路口有红绿灯 用路人得要遵守号制 但这个设计 让部分的民众不撒撒 民众从新一路 右转到文化路上面之后呢 马上又会遇到了红绿灯 如果这个时候是红灯的话 那到底是可以通过 还是不能通过呢 这路口位于新北永和 附近就是鼎西国小 还有吉人小学 上放学时间 不少家长接送小朋友 车流量其实不小 但有民众就在脸书发文 说要不要等红灯 这件事困扰他很久了 天文底下也有人留言 说常遇到一堆人会停下 车流就在这里卡住 还有人说没有话停止线 应该就不用停下来 因为我老公每次 这样右转过去的时候 然后看到红灯 但是很奇怪 就停在那边也没停止线 就停在那斑马线前面 蛮怪的 民众如果觉得他打到这边 他有疑惑 那应该就是有加强的地方 因为毕竟他指标 毕竟要清楚 那既然有人会觉得要停 有人觉得不要停 那可能就是还有 需要加强的地方 询问在地的居民 的确可能搞不太清楚 这边应该怎么走 也有人觉得应该改善一下设计 而新北市交通局 则是这样回应 其实七机车右转之后 因为没有话停止线 所以比照一般路口 不管红灯绿灯都能够过去 但是如果刚好有行人要通过 还是得要停让 交通局建一庸路人 起步之后还是要保持慢速 避免看到行人无法反应 不过红绿灯设在哪 或是斑马线该画在什么位置 哪个人看法不同 也难怪引发讨论 下回经过的时候 还是要放亮眼睛注意路况 避免发生碰撞意外 TVBS新闻 稍微小黄凯静 新北桑报导